- 又在投笑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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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是怎麼做的? - 我是去月子中心 - 因為我走的是台北市中心 - 又是中山區 - 那有舒服嗎? - 舒服?我覺得有點像商務換店的感覺 - 那時候生小孩 - 之後因為沒有病床 - 所以我直接去他們的月子中心做 - 我覺得他們那邊是五星級 - 很好耶 - 可是超貴啊 - 但我就在那裡待兩天 - 喔 住兩天 - 因為沒有病房啊 - 所以我要直接去他們月子中心的床 - 不然沒有床讓我躺 - 很好嗎? - 我們那邊是小朋友呢 - 是可以在他們的 - 就是他們的房間是 - 算是正方形的周圍 - 就是有一個一個房間嘛 - 然後正方形就是玻璃窗 - 然後可以看到小朋友 - 小孩子放中間這樣 - 對 就是玻璃窗裡面有一個一個一個 - 小朋友這樣子 - 這麼多 - 對 很多很多 - 然後每一個房間都會有電視 - 可以連結到你的小孩子的床 - 欸 這個很酷 - 然後你隨時都可以看到的 - 你在外面就是老公去上班 - 上面地方也是可以看到 - 喔 真的喔? - 對 媽媽婆婆 - 在家裡也是可以看到小孩 - 是怎麼樣手機APP打開嗎? - 對 是 - 下載一個APP - 然後它會讓你看到小孩子 - 哇賽 好酷喔 - 那可以看得到你嗎? - 就是老公可以看到你 - 沒有了 - 它就是只照那個小朋友的 - 老公小孩 - 寶寶的寶寶而已 - 對 - 那個是蠻特別的 - 對 我也覺得 - 然後再加上 - 它是不會讓外客進來 - 就是裡面走動的 - 欸 朋友來看 - 嗯 - 有限時間 - 就是下午 - 可能到五點 - 你就不能再來看 - 妳說看小孩還是看 - 就見媽媽 - 逼卡才可以進去 - 有房間的那個走道 - 喔 - 你要跟朋友見面 - 就只能在外面 - 最外面的交談區那邊 - 這樣媽媽比較可以休息 - 對 - 可以休息 - 然後又不會讓 - 就是比較抵抗俐落的小朋友 - 用到什麼危險 - 怕這樣 - 戲劇之類 - 那外面的人來 - 是可以抱小孩的嗎 - 沒辦法 - 不可以 - 完全不可以 - 那你可以嗎 - 我可以啊 - 你可以去抱他 - 對 - 那他們會把小孩 - 送到你房間嗎 - 他們會就是 - 你要抱小孩回來的話 - 就是跟他們講 - 然後他就會抱小孩 - 對 - 小孩回來你的房間 - 好像老海中的這種畫面 - 對對對 - 然後 - 然後你累了 - 你想要休息了 - 你想要休息了 - 對 - 就是誰 - 那吃的呢 - 然後吃飯的話 - 一天是 - 午餐 - 因為他中間還有喊 - 兩個點心 - 就是早午餐跟下午餐 - 對對對這感覺啦 - 過過午餐這樣 - 然後五個餐都是 - 就是很像定食的那種感覺 - 我知道 - 一個套餐 - 就兩個湯 - 他還有一個是很 - 要補身體的湯 - 黑黑的 - 黑黑的 - 我不知道那叫什麼湯 - 就是補湯 - 很難喝 - 可是必須喝 - 因為要清那個裡面的肚 - 啊 - 是什麼肚中茶 - 要用去 - 對對對對 - 好像是 - 肚中茶是顧腰的 - 顧腰的 - 是喔 - 反正就是黑黑很難喝的東西 - 是喔 - 我就覺得那種東西我都很愛喝 - 就是兩個湯 - 然後 - 菜 - 主餐跟菜 - 跟飯這樣 - 然後 - 我那時候都吃 - 兩人份的餐 - 因為我那時候很會吃 - 蛤 - 你說一餐你就吃兩人份的餐 - 對 - 那加醬嗎 - 不用 - 可以免費再給你 - 對你要跟大家說 - 我要量量多一點 - 反正他就會 - 因為 - 可能這樣一般的飯 - 你就變成這樣大碗 - 哇塞 - 我記得你是一個葡萄會吃的人 - 對我瓜愛吃東西 - 不是瓜愛吃 - 不是瓜愛吃 - 我覺得你食量好像不太大欸 - 對啊 - 所以那時候爆吃喔 - 對 - 我生完小孩是整個就是 - 一直吃 一直吃 - 那你人有腫起來了嗎 - 也沒有欸 - 因為每次都胃難 - 對對對對 - 胃難很消耗 - 很消耗 - 對 - 所以我覺得 - 等一下 - 你們是午餐 - 然後午餐全部都是那種喝飯 - 就是定食 - 餐的話 - 點心的話是可能一個湯 - 就是點心 - 像是 - 紅豆湯啊 - 或者是紅豆加什麼玉 - 幾類的那個東西 - 所以是三餐 - 正餐的話是定食 - 對 - 然後兩個是點心 - 就是可能湯啊 - 湯類的 - 對 - 都是補身體的 - 那你那一家有沒有什麼 - 產後的運動課 - 還是 - 我們那邊有那種 - 一般的 - 聯誼會之類的 - 也沒有欸 - 就是上課 - 就是叫大家說 - 之後帶小孩不去之後呢 - 要怎麼顧這樣子 - 那你有學到什麼厲害的嗎 - 沒有欸 - 你有在學嗎 - 沒有 - 我都在休息 - 我都在房間休息 - 等一下 - 你說你去做月子中心15天 - 啊另外呢15天 - 15天是在家裡做 - 在家做 - 就是請人來幫我煮 - 煮飯打掃這樣 - 月少 - 月少 - 月少對 - 那月少就是 - 做什麼工作 - 他們有 - 月少就是幫你簡單打掃家裡 - 嗯 - 然後顧小孩 - 會幫忙顧小孩 - 對 - 再加上 - 煮我的飯 - 然後家裡有人的話 - 就是會順便一起做 - 喔 - 那他是待多長時間啊 - 9點到晚上5點 - 下午5點 - 就是一般上班時間 - 對上班時間 - 那所以晚上你要自己帶小孩 - 對 - 那你白天可以睡覺嗎 - 白天就一直睡 - 把握時間趕快睡 - 喔真的 - 完全不能睡 - 還要餵奶 - 對啊 - 欸 - 那月少會幫你餵 - 餵小孩喝奶奶嗎 - 會 - 因為我都是 - 擠好 - 然後放在冷凍裡面 - 喔 - 所以他會幫我用好 - 所以我可以 - 不用起來 - 喔我找得很辛苦 - 要省一點 - 妳是自己找的喔 - 我跟 - 我老公一起找 - 我跟你說 - 媽媽很辛苦 - 一定要挑最貴的 - 最高級 - 不是 - 我原本去找了一家很棒的 - 嗯 - 就可能那個是偏貴的 - 可是那個 - 滿的 - 因為我那一年 - 太多豬寶寶了 - 喔 - 太多人生 - 而且很 - 很早就 - 預約了 - 我太晚預約了 - 對 - 要早一點的 - 對那個 - 月子東西一定要早預約 - 嗯 - 就是妳 - 先卡位 - 妳就去 - 訂好 - 那先付錢嘛 - 訂金之類的 - 訂金 - 好像有 - 應該也不貴吧 - 訂金不會就幾千塊吧 - 幾千塊就先卡位 - 一定要先卡位 - 不然妳會沒地方住 - 嗯 - 那妳月子中心是在哪裡做 - 我沒有去月子中心 - 是喔 - 我在家裡自己做 - 直接做 - 對 - 那月子餐 - 月子餐就是我媽媽住的 - 超強 - 好厲害喔 - 就是又健康又天然 - 然後又吃很飽 - 呵 - 我那時候就是覺得坐月子 - 去月子中心好貴 - 嗯 - 然後還有一種方法是 - 妳可以請 - 那叫什麼 - 月子餐 - 嗯 - 外面送來的 - 然後我媽媽就是一個吃東西 - 對吃超級嚴格的那種 - 就是不能太油 - 不能太鹹 - 不能太怎麼樣 - 然後人家那個容器用那個塑膠 - 她又說會有塑化劑 - 哦 塑化劑 - 不行 - 對然後什麼用 - 用那什麼鐵的那種 - 三零四不鏽鋼的 - 她又說什麼 - 洗得乾淨嗎 - 她吃了這個東西 - 到底適不適合妳 - 就各種不滿意 - 然後她最後就決定自己 - 煮給我吃 - 謝謝 - 謝謝 - 哇 - 所以每天幫妳煮 - 很多餐嗎 - 就是 - 我是吃三餐吧 - 然後中間還是一樣會有 - 可能吃中藥啊 - 補湯啊 - 然後 - 或是水果 - 那時候超愛吃葡萄 - 就是自己吃一串兩串的那種 - 哇塞 - 很多耶 - 對啊 - 而且我花費很便宜啦 - 在下都真的 - 舒適又便宜 - 對 - 然後我們家人多 - 嗯 - 所以就可以輪流幫我帶小孩 - 好棒耶 - 但那時候怎麼說呢 - 還是睡不飽 - 為什麼 - 對 - 因為晚上自己帶睡還是睡不飽 - 我那時候是先去中醫 - 看中醫 - 然後把脈 - 就是先知道自己的身體是什麼屬性 - 像我是什麼燥熱體質的 - 然後醫生那時候就有說不可以吃麻油 - 就是有些坐月子應該要吃 - 不是要補身體嗎 - 要吃的我很多不能吃 - 然後醫生就開那個重藥給我吃 - 然後就是一個月份的這樣子 - 好像也是花了幾千塊 - 然後它有不同價位 - 你可以選擇 - 就是如果你預算低一點的話 - 你就可以少拿幾個藥材之類的 - 啊預算高的話就可以拿滿 - 多一點 - 對對 - 反正就帶了藥回家 - 然後我媽媽就煮 - 那是胖嗎 - 弄成糖 - 對對對 - 然後水 - 對 - 就是好像有杜仲茶跟一些補糖 - 喔 - 但是那些藥材 - 全部都是依照你自己個人的體質 - 去調配的 - 所以我就覺得 - 其實這樣也蠻好的 - 因為就是量身定製的那種 - 這樣也不錯 - 而且我就做月子一個月 - 然後之後就體重就直接瘦到比懷孕之前還要瘦 - 喔 - 我覺得應該是跟吃 - 對 - 跟吃有關係 - 然後還有餵母奶真的很消耗卡路的 - 對真的 - 對啊 - 但是就是我比較幸運 - 還有 - 然後我媽願意幫我這樣每天照三盤子 - 這樣很辛苦欸 - 對啊 - 媽媽真的很厲害 - 對啊 - 就省錢 - 然後整個身體又好快 - 很快就恢復了 - 那今天做月子的部分就分享到這裡 - 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呢 -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問我們喔 - 那就下次見囉 - 掰掰 - ㄉ statute - 敬礼 - 妥諭 - 雞 - 都格說 - 一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